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那雨季回眸 你在哪一方停留 天我有情意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影迹 落在我眉雨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我有情意无情 万丈空尘我等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满满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天我有情意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影迹 落在我眉雨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我有情意无情 万丈空尘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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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爱吧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离开 明天有情意无情 感谢 明天有情意无情 贪污赈灾的银子 超过一百两者 全部杀掉 可是贪污人数众多 恐怕一时也杀不完 官员数量也不够填补 制裁贪污的同时 也应该要 及早选拔人才 相信对于 官员填补的问题 陛下自然会有胜财 李尚书 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啊 今后选拔人才 官员续任的事情 都交给你了 是 陛下 李尚书 为什么你不及早 把李未央带来见朕呢 也让朕可以早一点 就黎明于水火 黎明峰 现在你还说李未央 窃取你的对策吗 是 罪臣弄错了 你口口声声说李未央 欺君之罪 可是在朕看来 犯欺君之罪的 是你们哪 来人哪 把他们三人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陛下受罪啊陛下 陛下 陛下受罪 陛下受罪 都是她 都是这个丫头满嘴胡言乱语 误导罪臣 我不知道她 事何俱心 滚开 陛下 陛下 罪臣也是急着戴罪立功 忽然听说二妹有了应对之策 这一时心急才误会了二妹 绝非故意欺君啊陛下 对对对 陛下 这绝对是一场误会 父亲 您快求求皇上 快求求皇上啊 李敏锋 你擅自推行救灾之策 难道还是误会吗 父皇 李敏锋虽然有错误 但请父皇看在李尚书 老口功高的份上 曾请发了 陛下 这次哥哥在赤云家侠区内 推行救灾之策 本一也是为了救灾民 赤云君向来纪律严明 为赤云将军之命侍从 百姓们都说 是赤云君替陛下打下了天下 所以对赤云君都非常地尊重 这次突然揭竿而起 与赤云君突然发生暴动 确实是始料危机 未央有罪 没能及时阻止哥哥 赤云君 朕的军队竟然姓赤云了 赤云家在封地代阵行令 朕是胆大包天 朕今日既然要严整立志 那就替李尚书 好好管教管教儿子 李尹峰 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从即日起革职查办 并辞官障一百势众 看看天下的官员 还有谁敢以身释法 李尚勒 你那么喜欢抄袭别人的东西 朕就罚你 抄袭救灾之策一百遍 李尚书 你可有异议 陛下圣明 臣纵子为患 愧对陛下 求陛下赐罪 朕岂能赏罚不分呢 李敏峰肆意妄为 你当然也脱不了干系 好在你对李未央教导有方 也算是功过相抵 起来吧 谢陛下 把他们三个拉出去 走 陛下 李未央 朕要好好地赏赐 可是你年纪尚小 还不适合接受告命 朕就赏赐你金银吧 二小姐 这可真是厚实了 还不临旨谢恩 臣女感谢陛下的恩典 只是臣女每每想到 有众多的灾区百姓 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臣女就不忍心接受这些赏赐 倘若陛下恩准 臣女愿将这些赏赐 捐献给灾区流离失所的百姓呢 你有这份善心 更应该加赏 可是朕金口玉盈 朕赏赐给你的金银 你都得收下 并封你为安平县主 而你的母亲 陛下 臣女的嫡母 已经是一品告命夫人了 可是臣女的生母 还未有封赏 腿恩吉母应该的 朕就封你的生母 为三品淑人吧 谢陛下隆恩 卫阳 卫阳 你看到了吗 从此以后 你娘便是三品淑人 再也无人敢肆意欺辱她了 卫阳 卫阳 拜见高阳王殿下 你今天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以前见到你的时候 你总是傻乎乎地待人身上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胆 聪慧的意味 卫阳王殿下 我其实是想夸你来着 殿下身上的伤好一点没有 原来你还是关心我的 恐惧 你是不是想夸你 我能看我 不但我不想夸你 我变成了 莫阳王殿下 你会想夸你 你说何一样 我 我可没有不辞而别 卫阳 你为何总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身份之间 注定隔着超过千里的距离 如果殿下真的是为卫阳好 就请不要再说了 你卫阳的距离 请 Julian 那时候我感觉 我们可以无话不谈 我是第一次 对一个女孩子 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现在呢 雪莲和她说上一句话都难 我倒是觉得殿下才奇怪 奇怪 我哪奇怪了 您是什么人哪 是皇长孙 天之骄子 在咱们大魏 能有几个人比您还厉害 在大魏 所有的姑娘都可以任您挑选 您又干嘛一次一次 在魏央姑娘那儿碰钉子呢 多没面子 你说哪儿去了 什么叫任我挑选啊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我就是欣赏魏央 想跟她交个朋友 虽然我是皇长孙 可是在这宫里头 能让人安心交往的人 还真不多 所以我才格外地珍惜 我和魏央的这段缘分 就怕是啊 自作多情 你说什么 你想啊 您是珍惜这份感情了 可魏央姑娘呢 她未必珍惜 说句掉脑袋的话 凭权力和地位 您都没有东平王和南安王厉害 这世家的小姐呀 她 小的该死 魏央不是那样的人 殿下 这魏央姑娘 要是与您情义相当 她怎么可能拒人千里呢 我劝您啊 就死了这份心吧 你看我的手 这也就是 吵析别人的李长乐 就是她呀 还在你 真不害臣 这份心 这份心 你还在你 为了你 这份心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 比起他父亲李尚书可是差远 那今日殿下 还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 替他求情 若不是为了拉拢李尚书 我又怎会为这种人屈尊 人人都知道我在东平王阵营 与李敏锋这种人交往 才能豁人耳目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李敏锋竟然输在了一个 乡下丫头的手里 乡下丫头 这个女人看似粗野 实则机智聪颖 妙气百出 有点意思 殿下 您看 李家二小姐 卫阳小姐 拜见南安王殿下 本王发现二小姐 每次遇到危难 总有人出手相救 话显没遗 不得不说 也算小姐的本事 我行得端做得正 当然不怕别人陷害 二小姐如此高调 不怕数大招风吗 我只知道 如果一味委屈求全 只会让人欺负到头上来 不如放开手脚 大战一场 究竟谁输谁赢 还不知道呢 有趣 有趣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一 一百大板 那 那风儿 风儿哪里还会有命啊 老爷 您怎么不阻止皇上啊 如何阻止啊 子燕已经全部招出了 是闽峰和常乐指使他在皇上面前陷害魏央 这可是欺君之罪 好在魏央将子燕带回楚治 如果让皇上派人审讯 我看他们如何收场 那 那风儿的前途呢 前途 风儿这样还能有什么前途 愚蠢无知 胆大妄为 能捡回一条命 已经是万幸了 老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教子不当 可风儿是您唯一的儿子 您不能不救我 等等吧 等过了这段风声 我再想办法 老爷 老爷 这些日子 你让他给我老老实实的 若有半点闪失 别怪我不顾父子之情 少爷 您吃点东西吧 一天都没吃了 吃什么吃 滚 是 下去吧下去吧 母亲 风儿 你一定要替大哥做主啊 母亲 都是子燕那个贱婢 竟然不帮主子担事 我绝对不会轻饶她 子燕当然要教训 可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够 放过那个李未央 要不是他在圣上面前说 天下是我们赤云家打下的 惹恼圣上 大哥也不会白白受 这份皮肉之苦 皇上向来敬畏我们 赤云家三分 李未央竟敢大胆直言 我们功高盖主 触动皇上的逆练 此心机可够深哪 母亲 母亲 那小竟然如此恶毒 害我到这番境地 你可要为儿子做主啊 母亲 你一定要制止那李未央 而这些日子 你们就安分点吧 母亲 风儿受七尺大辱 你让我怎么安分啊 那你想怎么样 你又能怎么样啊 你 你 你难道就不管风儿了吗 风儿 母亲怎么会不管你呢 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 母亲怎么会看着外人 欺负你们呢 那母亲为何不替我们 教训那李未央 那李未央 刚被皇上赐封为安平县主 风头正盛呢 我们只能等待时机 眼下你们忍不了的 都得忍 记住 不要和他正面起冲突 明白吗 是 母亲 风儿 待你养好伤了 我会让你父亲 帮你官复原职的 母亲 风儿不要官复原职 风儿只要李未央的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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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姐 你既然愿意叫我一声小姐 为什么你要背叛我 子嫣 你还有没有良心 小姐对我们有救命之恩 你怎么能害小姐呢 还我们把你当姐妹一样看待 你 子嫣 子嫣闺避闲窍 做了对不起小姐的事 白痴 你打死我 打死我我都认了 你还不应 你就不会向小姐请罪 求小姐饶了你吗 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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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说话呀 说话呀 算了 白痴 你不要打他了 他的心已经不在我们这儿 多说无意 我们走吧 小姐 子嫣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问吧 小姐是不是一开始 就看穿了子嫣 所以给了假的应对之策 是 子嫣 我一直都把你当自己的姐妹 对你从来没有怀疑过 直到有一天 我自小对气味非常敏感 那一天 我在你身上闻到有药酒的味道 而这种味道 我在李敏锋那儿闻到过 子嫣以为自己聪明 其实小姐早就看穿了 小姐还问你 是否已有心伤人 若是有了 小姐便成全你 可是你呢 你偏要瞒着和大少爷相好的事 还和他们联合起来 让小姐背上欺君之罪 你可知道 那是死罪啊 小姐 我知道你跟着我 受苦受难毒 安乐享福尚 你这么做 我并不想责怪你 我们姐妹一场 我不想看着你死 我会向祖母求情 让你尽快离开尚书府 只是从今往后 我们不再是姐妹 小姐 子嫣对不起你 子嫣不对 大夫人到 将子嫣带出去 乱棍打死 是 住手 子嫣是我的人 想要如何处置 给我来决定 就算你是县主 但在尚书府 没你说话的份 将二小姐带回房间去 免得让她看见什么 血腥的东西会受不了 是 夫人 夫人 您不能打死我 因为我已经怀了 大少爷的骨肉 老夫人 父母 父亲 这次紫嫣她虽然有错 但是请你们看在 她怀有身孕的份上 饶她一命吧 子嫣 你怀的真的是 闽蜂的骨肉吗 是的 老夫人 这个混账东西 这怎么能怪闽蜂呢 定是这个剑壁 故意勾引闽蜂 好趁机上位 这种事情 又不是第一次了 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眼下的事 该怎么处置啊 我看 这剑壁怀的孩子 我不稀罕 这种人留在我们尚书府里 就是个耻辱 为了老爷和闽蜂的名誉 老爷 您可千万别心软呢 老爷饶命 老爷 夫人 我肚子里怀的是 大少爷的骨肉啊 我看这种小事 老夫人和老爷就别操烦了 叫由我来处置吧 来人 把剑壁拉下去 老爷饶命 夫人饶命 老爷饶命 夫人饶命啊 我肚子里是大少爷的骨肉 慢点 父亲 我这次向圣上献策成功 算不算是为李家立了大功 你这次 的确是为李家立了大功 你放心 我会好好奖赏你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什么赏赐都不要 我只要子言能够好好地活着 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来 放肆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那有没有我说话的份儿啊 老夫人勿怪 媳妇失礼了 请老夫人训事 训事谈不上 不过呢 魏央在这个家里 理应有资格说话 更何况 他又是 圣上钦锋的安平县主 就算是常乐 也没有如此殊荣 至于紫燕嘛 他虽然出身贫微 可虎毒不食子啊 与其这样 夺一个无辜的生命 你不如好好地管教自己的儿子 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老夫人 我累了 剩下的事 你们处置吧 别忘了 这个家姓李 谁当家 老爷 来人 让紫燕带回房间 未经我的许可 任何人 不得擅自处置紫燕 老爷 老爷 小姐 谢谢 小姐 紫燕 已经搬进大少爷的清芸院了 这下他也算如愿以偿了 希望他们可以看在他孩子的份上 好好对待他 小姐 紫燕那样对您 您不但不恨他 还这么为他着想 好 心怀仇恨是件很累 很辛苦的事情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李卫央献策救灾有功 为朕分忧 为民解困 特赐封李卫央为安平县主 以示嘉奖 亲此 谢陛下 来 老夫人快回清洗 李尚书 这是皇上赐给李姑 哦不对 现在应该叫安平县主 这是皇上赐给安平县主的赏赐 恭喜你尚书大人 谢皇上 谢殿下 卫央 做得好 你为圣上献策分忧 解救了无数的灾民 你是我们李家的好儿女 你别说李卫央还挺有本事的 居然做了县主 那岂不是以后大姐见到她 也得毕恭毕敬的 县主可是有品级的 以后我们见到二姐 都要行礼才是 卫央 还不赶快过来谢过高阳王殿下 谢过高阳王殿下 谢过高阳王殿下 起来 谢过高阳王殿下 这卫央姑娘要是与您情义相当 她怎么可能拒人千里呢 我劝您啊 就死了这份心吧 本王也只是奉命行事 现主无需多礼 殿下 请前厅用茶歇息吧 我还需回宫服命 李尚书的好意 本王心领了 承得 恭送殿下 殿下 逃若无心 我又何必再撑 算我眼拙 满千心意 付错了人 殿下说的是李未央 你没看见李未央的态度吗 冷得让人心寒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自多多情 殿下 既然心意不同 这对缘分 不要也罢 殿下 小姐 喝茶 白侄 高阳王殿下救过我这么多次 我非但不懂得回报 还一直对他这么冷漠 我是不是 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呢 别人不知道 可奴婢却知道 小姐是很关心 高阳王殿下的 就像这次救灾之策 小姐就是为了殿下 才想出来的 可是这些 殿下一点都不知情 所以 在他心里面 我就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 小姐 我看殿下 他不是信凶狭窄之人 小姐若真是在乎殿下 下次见到殿下 就好好跟他说几句话吧 我这到底是在想什么呀 小姐 你先下去吧 我自己待会 是 我去到家吧 我去尽量导 你先去尽量 我去尽量 你先去尽量 我去尽量 那一档子 我来尽量 在尽量 岛街买 早知道 今日会如此难过 那个时候 我真不应该遇见 你说要将圣上御赐的礼物 给他充公 这是你自己的主意啊 还是背后有人唆使啊 这圣旨上可是写着明明白白的 这些东西啊 都是给喂秧的 不用我再请人 给你念一遍吧 母亲 这我当然知道 可是喂秧 你呀 你平常处理政务啊 我都很放心 可是对后宅的夫人过于放纵 喂秧也是你的女儿 虽然她是个庶处 可是在我看来 她不比常乐逊色 你这个心眼啊 骗得也太厉害了 母亲 常乐是我们李家的长女 喂秧怎么能跟她比呢 可是帮圣上出主意 和为你解难的 可不是常乐呀 我知道 我知道 常乐作为长女 美丽 聪慧 你跟赤云柔啊 对她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可我一直都不赞同 把她嫁入皇家 一则是咱们李家 本来就位积人臣 就没必要去攀龙赴凤 二则呢 是常乐这孩子啊 我看着 他过于自傲 说不准哪 会带来灾祸 看眼前这光景 看眼前这光景 皇子们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咱们卷进去 未必就有好结果 况且 常乐经过这事 她的名声是一塌糊涂啊 如果你要认为 凭这一张漂亮的脸蛋 就能爬上后位 那你就是把我们李家 往热锅上烤啊 你现在是什么地位了 每走一步啊 都如履薄冰 你在皇帝的儿子堆里 挑挑选选 那圣上未必就不知道啊 那母亲 这件事 自然可以革置 可是卫央那儿 卫央在大殿上的 一言一行 都是要记入青史的 就算你不顾忌她 为你求来的荣耀 可你要顾忌 那士官的那支笔呀 我们李家 我们李家 难道就缺那点银子吗 何必干这种小家子气的事呢 好 母亲 此事 就依着你 来 来 来 夫人 老夫人 已经说服了尚书大人 把那些赏赐 全都还给了二小姐 妹妹 妹妹过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白者去拿 是 我看到这两支朱钗 就想到了妹妹 你看这两支 我们姐妹花一人一枝 刚刚好 送给你 真漂亮 我帮姐姐戴上吧 来 去拿个镜子过来 来 真是一对好几枚花呀 祖母 孙女一看到这个东西啊 就立刻想到了您 就想着一定得给您送过来 来 我给您拿拿痒痒 好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师父呢 住手 你这个小猴子 没个本分的时候 这是上上啊赏给你的 你给我做什么呀 老夫人 您就收下吧 这也是二小姐的一片心哪 这是圣上啊赏给你的 你可要看好了 可不要让人骗了去 哎呀 这回呀 你办事啊 确实办得不错 可就是太扎眼了 一不小心哪 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呀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以后办事啊 就要更谨慎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祖母啊 您放心 谁要是敢骗我呀 我就用鞭子抽他 傻孩子 鞭子能解决问题吗 上位者副手之间 是顷刻天堂和地狱的事啊 你呀 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在皇上面前耍滑头 不过呀 孝顺总归是对的 有了三品疏人的告风啊 你娘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谢谢祖母不怪罪 好了 你快去看看你娘吧 你父亲啊 已经允许他搬进军兰院了 和你同住了 这会儿啊 可能东西已经搬过去了 你娘一定高兴了 快去吧 快去 娘 多吃一点 嗯 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每天在一块吃饭了 够了 够了 啊 对了 娘 快去 是 小姐 小姐 好 这个镯子特别适合娘 您收着 好 女儿 我知道 你都是为娘好 可是这样一来 他们更会视你为眼中钉了 其实啊 娘不需要这些的 娘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就好 娘 您现在呢 已经是三品书人了 而我也是安平县主 所以那些人 根本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 赤云家的势力不可小觑 赤云柔的手腕 你也应该是知道的 以后不要再跟他们争斗了 就这样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娘就知足了 就算我安生了 可是他们会安生吗 根本不会 不过娘 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我自己 也会保护好您的 娘 我们吃饭 来 多吃一点 够了 这是皇上遇刺的 上好的宁神香 听二弟说 三婶经常睡不好觉 所以就特地给您送过来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怎么好收啊 您就收下吧 三婶 比起敏德多次相救之恩 这个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况且三婶一直都对我很好 我心里是知道的 之前我一直觉得奇怪 敏德性格清冷 对一般人从不加以此色 为何对你另眼相看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二小姐受了那么多苦 却难得保留一份赤诚之心 其实敏德也是个实诚孩子 这点呀 你们俩真的很像 二弟 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三婶是有什么事情吗 你先下去吧 是 卫阳 有人想见你 想见我 跟我来 是 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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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才去大少爷那儿几日 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都是紫燕 就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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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过渡 我沿你手掌心的纹路 击沉我的追逐 如果你每一都挂着孤独 就赴诺让你冰山化成虎 我陪你风得人心糊涂 笑得也模糊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 我为你开始领悟 忘掉明天和假日 幸福就是满足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无自觉能见你小抱你哭 我为你用了旅途 不管你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 我可以留在你身边 我可不在乜 我都不在乎 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我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我一个人 我操你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